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将讨论中医和西医的区别 以及何时使用它们最好 我们还将讨论中医的有效性 并解决一些围绕中医的怀疑论 此外 我们将分享一些成功的故事 和中国的家庭疗法 你可以在家里尝试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吧 中医是一种传统的医学体系 在亚洲已经使用了数千年 它以气的概念为基础 被认为是流经身体 并负责健康和福祉的重要能量 中医还强调对立力量之间的平衡 如阴和阳 必须保持这种平衡 以实现良好的健康 中医的治疗方法包括 针灸、草药、饮食疗法和物理疗法 如太极拳和气功 另一方面 西医是一种现代医学体系 是建立在对人体的科学理解基础上的 它使用药物和手术来治疗疾病 通常被称为对抗疗法 以区别于替代医疗系统 西方医学以科学方法为基础 专注于身体症状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西方医学通常被认为是更多的量化 和以证据为基础的 相比之下 传统的中国医学通常被认为是更多的定性 和以观察和传统为基础的 当涉及到在中医和西医之间进行选择时 取决于各种因素 如被治疗的具体条件 个人的偏好和合格医生的可用性 在治疗需要手术干预 或使用特定药物的急性疾病和伤害时 通常首选西医 另一方面 在治疗慢性病方面 如关节炎、背痛和消化系统问题 以及整体健康和健康维护方面 通常会选择中医 在某些情况下 最好将西医和中医结合起来 以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综合医学 人们对评估中医药的 有效性的科学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 一些研究表明 中医药可以有效地治疗某些疾病 如慢性腰痛 以及减少骨关节炎等疾病的症状 然而 一些怀疑论者认为 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其有效性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重要的是要注意 中医不是一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其有效性会因具体条件和个人而异 有许多人用中医治疗各种疾病的成功故事 如慢性疼痛 不孕不遇和戒烟 这些故事显示了中药的有效性和好处 以及它如何与西药一起使用 但是 要始终牢记 中药不能替代西药 在使用中药之前 最好先咨询合格的医疗保健专家 中国的家庭疗法可以成为治疗常见疾病 和促进整体健康和幸福的好方法 中国家庭疗法的一些例子 包括姜茶 姜黄茶 瓜沙 穴位按摩和拔罐 这些疗法很容易在家里做 而且可能非常有效 只要记住 在尝试任何新的治疗方法之前 一定要咨询合格的医疗保健专家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我们希望你发现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记住 中医和西医并不相互排斥 在治疗某些疾病时可以相互补充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意见 请在下面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见